作词 作曲 李宗盛 阳光太高不能怪我 要让大家看到你 see我 当然这不全是我的目的 我要爱你的人都羡慕 没错请你接受我的表白 要知道我从不会被拒绝 我相信你和我是天生的一对 I'll be your big girl 在你听完之说歌 心里的独白 因为不用塞我都知道 你手里有多少货 我全都要了 我希望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要再做 摆地堂的生意了 这么好的歌手 干这个可行 我放了 你给我放下 你珍惜眼前人好吗 自从我进入了星红娱乐之后 我们私下见面的时间是越来越少 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 公事就在公司聊就行了吗 干吗非得单独约出来聊 公 公事你更应该躲着我了 你从来都没去过我办公事好吗 我怎么去你办公事 你非要调杜婉晴旁边的办公事 你这不是挑事吗 我为什么要躲着他 我又不怕他 那我怕你行了吧 公司有个郑伯逊 已经让我够头疼了 你就别当郑伯逊第二了 你怎么比喻呢 我跟他能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 投资公司现在对郑伯逊的单取销量 非常不满意 他们呢比较重视开发新人 所以你这边有什么情况 或者什么计划吗 郑伯逊的通购费用现在挺可观的 可是他现在每天都在上热搜 但都是负面新闻 你看到吗 你不怕哪天 他突然有一个断崖式的崩塌 突然间就不行了 那你不是全完了 你说的这些 其实我都知道 不用担心 一切可以 其实我这两天一直在想 你说我们要不要 趁郑伯逊现在有热度 我们先把他打包卖掉 然后集中他的资源 我们全力开发一个新人 这个我考虑一下 再想想 你到底有没有拿我当你的工作伙伴 我每次跟你说我工作的时候 你永远都是这种蒙伦两可的态度 投资 投资是要看收益的 我们上市进程是不是要加快 我每天跟投资公司对接 我的压力非常大 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你不管是生活跟工作 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开诚不公的 好的 马总别担心了 现在一切不是挺顺利的吗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来 安晴 我跟马总吃饭聊天 对 天昊 喂 喂 我 信号不好 来 茶梗啊 压压惊 胡说什么呢 天昊 你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变得我不认识 像个陌生人一样 我听说 公司要来一名美女投资人是吧 什么美女不美女的 投资人就是投资人 你说 赚钱是为了改善生活品质 嗯 是啊 你赚钱什么时候为了改善生活品质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赚钱是为了权力 地理 别人对你的认可 你自己的尊严 什么时候考虑过改善生活品质了 你还记得吗 我们的世界 独自纯白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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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声音 我爸呢 是不是他又把你一个人 扔在家里了 爸爸工作忙 我也忙呀 我要去上课了 只能陪你两分钟 好呀 你去忙吧 妈妈看你也就好了 妈妈 你是不是不高兴了 是不是爸爸又惹你生气了 没有 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的 但是我们心里都惦记着你呀 我很乖的 不让你操心 妈妈 我真的要去上学了 我爱你 我给你好多好多好多的爱 爱你 一子睿 你来了 夏元 是呀 杨剑让我来接你呢 进去吧 那 这个就是我们公司了 这边 怎么样 还可以吧 怎么样 你们杨总怎么知道你的 什么是你 我怎么 我是跟杨总提过你 可是杨总说他早就清楚过你了 看来你的圈内还挺想有的 你去的 你干吗 谢谢你 谢我干吗 这么客气 行了 我带你去找杨总吧 行吧 然后这边呢 是我们办公区 平时就在这上班 这儿是设计部 设计一些海报宣传 包括音乐方面的 这个是树 杨总 杨瑞来了 那我先打了 好 这样 来得够早的 杨总 你好 什么总啊 总的 中年老男人的记事感太强 我不太喜欢 还是叫名字吧 杨剑 走 带你参观一下公司 我能找到你还是要多多感谢 我们公司的夏元 他向我大力推荐你 说你有理想 有才华 遭遇很多挫折 但依然保持你 阳光心态 是个难得的人才 他过假了 还谦虚 其实呢 我早就想找你 但是呢 这个一直也找不到 但没想到夏元跟你 居然还是朋友 这条线一下就大胜了 所以咱们俩还是有缘的 走 带你去派电厅 走 一二三四一六七 八十二三四一四姓 我 十几岁就跟着父母去了美国 去年刚回来 但是回国之后啊 我发现国内的流行音乐 跟欧美差的不至于打击 所以我就想亲自操他 打造我心目中有品味的好业 刚好 我硅谷有些哥们儿 手里有钱花不出去 他们也特别看好 国内的娱乐行业 所以呢 就砸了一笔钱 让我做了这家娱乐公司 怎么样 余泽 要不要过来 跟着我一起看 我觉得 我这儿的分别特别好 我很喜欢 这些都是次要的 人才才是宝贵的财富 我就是要让我的员工 在这里感受到自由 轻松 从而激发他们自己的钱 我认为艺术的最高标准 就是让舒适的人变得不安 让不安的人变得舒适 您一直都在考医院吗 没有 我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发烧友 在这个行业呢 也没有太多的根基 但是呢 我又特别讨厌国内的 所谓的人情社交 我只想找到简单的 做简单的业 余泽人 你是我目前为止 看到的最有潜质的恶手 如果你能来怒放的话 我会把你当作公司的 头号主子选手 全力打造 好好想想 好 李泽人 怎么样 跟杨健聊得还行吧 聊得特别好 我们两个有一种 相见和晚的 那太好了 说不定你来我们公司 是个好机会呢 谢谢你啊 健哥说了是你 大力推荐的我 又谢谢我什么 这个情啊 你就记得珍珍头上吧 我跟杨健夸你那句话 也都是珍珍平时在家 给我夸你的那句话 所以呢 珍珍才是最关心你的人 你不要辜负她哦 也谢谢你 行了 那你继续加油 我去工作了 拜拜 加油 要谢谢珍珍 今天晚上的活动内容 是要跟粉丝一起共进晚餐 我在想啊 我去跟粉丝吃饭 这刘依南肯定巴不得我 一个字都别说 但是呢 我得报点料 我觉得吧 还是别了 你说这公司现在为了解释 无功被打的事情 这还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刘总已经一个脑袋两个大了 上次咱们爆发完之后 这是一种消息 这种人就得治 你越不管了 越跟你嘚瑟 明白吗 那万一人家憋什么大招呢 憋什么大招 我决定跟怒放签约 那星空娱乐呢 说来话长 下次见面聊 下次见面聊 谁啊 关你什么事 你以为你不说 我就不知道了吗 阿姨就来了 好 好 谢谢 这个是我们从粉丝里面选出来的性格 好 我不会被拒绝 我相信你 你叫什么名字 张晓慧 张晓慧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这个送给你 好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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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亲一下就算了 拍张照吧 来 对 来 来 大家一起来拍照 各位媒体朋友和粉丝朋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我们最最赏用的郑博序 和这位全宇宙最幸运的粉丝 将在一起共进晚餐哦 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位粉丝 可以感受到叙叙家人一般的关怀 在此我还要再次感谢 各位媒体朋友和粉丝朋友的支持 和光临 今天呢 我们就直接到这儿了 希望大家可以有秩序的退场 好吗 不是吧 拜托大家了 好吗 一会儿有秩序的退场 好吧 谢谢大家可以退场了 来 记者朋友们也可以找来 来 谢谢大家 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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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的直播 大家去阮阮一下 我那小时候特别爱打架 谁都打不过我 但是呢 最后就打了一身伤 附近 学校 连小孩看我都害怕 为什么 因为我太厉害了 徐哥 你太厉害了 那 那你疼吗 打的 肯定疼啊 他们疼我不也得疼吗 对吧 但是没关系 这种疼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这是我的人生勋章 就是 男人身上没有几道事 把他还叫什么男人呀 徐哥 你太厉害了 而且其实我小的时候 也特别不爱学习 我上学那时候 我就老是天天 让我做垃圾捅后呢 后来我到了美国去留学 我学的商业 但还是很没意思 然后我就天天逃学了 你知道我跟我美国的 那些黑人朋友 每天逃学之后做什么吗 是吗 我们每天都在做音乐 我们每天都在享受 在录音棚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会跟他们在一起 发现他们身上的那种感觉 感觉和蜘蛛 就是天生的余生俱兰 是你有时候很多 想要去学 但是都学不到的东西 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呢 其实是我人生当中 最开心的时光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人认识我是谁 那个时候特别单纯的 每天就是可以开心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应该 最主要的呢 就是我很自由 徐哥 你太帅了 虽然有些我 我听不懂 但是我喜欢你跳舞 徐哥 你谈过女朋友吗 我说的是那种女朋友 其实呢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 太帅了没办法 我很害怕 别人会爱上我 然后我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啊 我跟这个人在一起 一定会有很多的人 为我伤心 我太帅了 得请我有点自恋 没 没事 徐哥 那你是不是连那个恋爱 都没谈过呀 恋爱这种问题 不能着急 打个比方就说你吧 你现在年龄还这么小 你一定要 遇到好的男人 才能跟他在一起 你们就可以顺顺利利地 往下走 你没来吧 徐哥 你太纯净 太完美了 我跟你说啊 你千万不要谈恋爱 我跟你说 你就是我们去世中 永远的男生 我觉得没有一个女生 配得上你 真的 我太爱你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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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不聊八卦了 聊聊跟音乐有关系的吧 好啊 好啊 吴依依依依依 你那个新单曲特别好听 你什么时候出新专辑啊 新专辑的话 应该明年吧 我说你真的是口无遮拦 什么都说 那么隐私的事你也说 人家粉丝对我掏心掏肺的 我不得以诚相待以德服人啊 是 您现在是服了人了 那指不定黑粉抓住你 把柄以后怎么编排你呢 你看张晓慧那花痴的样 人家怎么就花痴了 你告诉我 人家多真诚啊 你想想这个世界 如果都不撒谎 都以诚相待的话 那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的美好 你现在高兴了 指定明天刘亦南怎么骂我 谁敢骂你 你告诉我 我都给你担着 拉倒吧 女朋友嘛 这种问题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 我太熟了 没办法 我万一你说 你们是个直播有 一百三十三万粉丝 这也太夸张了吧 太厉害了 我今天已经快累死了 吓都快吓风了 没有心情跟你帮个儿 不是你看看 这粉丝撐撐撐的网上找 都是真粉丝 真的是太多了 给我弄点吃的呗 晚上都没吃的 这么辛苦啊 那 那要不然你喝杯奶茶呗 这个奶茶挺管闹的 我现在又快又累了 你就拿这么个玩意儿 哺咙我 你说什么呢 蓝高原的奶茶 可是VVVIP台译的 优质奶源 香濃红茶 味道好极了 你怎么没有代言他们家呀 对啊 我也觉得我应该 是个代言废杀的 好了 你快喝 新买 喝 你好 你好 一 二 三 七 二 二 三 七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四 二 七 二 四 三 四 一 二 四 一 二 七 二 五 五 三 四 一 二 七 二 二 七 三 二 七 我就上课了 现在挺好的 只不过 我没签我们公司挺有害的 宁做鸡头 不做氛围 别让这个公司小 特别有活力 而且呢 我还算半个好偶人 看出来了 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 有吧 对了 过两天我要录一首歌 男情 爱情啊 去听吧 那你要叫我 当然了 当然得叫你 珍珍 你来了呀 珍珍 那个 姜哥让你过去一趟 说投资人给你约时间呢 先去呗 你帮我先去 你怎么来了呀 放心吧 她在我们这儿特别好 这马上就要出单曲了 而且要拍MV了 这要是在你们公司 起码得三年吧 是是是是是 人家沈子没有错 你知道给她投资的这个人 是谁吗 是 李洁 她对娱乐船也感兴趣 她有钱啊 愿意砸钱啊 我们公司就是需要这样子的投资 真的 没别的 有 想什么呢 你还想有什么呢 放心吧 我 在猪肉里有一层电话进来 电话 电话 喂 你赶紧过来一下 马上 怎么了 别废话 现在过来 我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你能不能不找我 你不来别后悔 你们家叙叙啊 这怎么一秒都离不开你了 鬼知道 有什么事就找我 还必须随叫随到 那你赶紧过去吧 凭什么 我今天休息不去 说话这么硬气呢 是不是大局都被你掌控了呀 要真那样就好了 真不去 真不去 你这样找我干嘛 你在哪呢 你在哪呢 呀 Sw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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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呀 Sweat 我都不知道 你自己想过去 我一定是什么事 你自己想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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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想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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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呢 你 GO 我应该要吃了 你还是瞬家 我都觉得我会习惟了 我不是 我没睡 不用等 睡一觉就好了 你怎么变成这样 你下午打电话也不说呢 你去帮我把熊猫伯伯拿来 什么 在衣包间里有一个熊猫伯伯 配搬死我了 我去帮我把熊猫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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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你笑什么呀 真的很像一只熊猫啊 有时候我生病的时候 妈妈就给我穿熊猫伯 说穿上以后睡一觉也好 结果下午睡了一觉 出一身汗好像还没喝 五五汗就好了 该喝药了 还有人喂呀 你不会是怕苦才不哭 怎么可能 这就对了嘛 你看 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你怎么跟个老妈子似的 话那么多 难得你今天这么乖 再来两张啊 别拍了 我 你 你真是够了 你病成这个样的 还要维护自己的 偶像形象 我通过这件事情 严重发现一个问题 你是一个很冷酷的 你把你的快瘾 降严在我的痛苦之上 我很困啊 就是好好待着啊 我是杨津津津 少哭 我估计那绿竿 你见得不够你认识 你是不是喜欢你 我就喜欢余紫瑞 怎么着啊 你什么事儿啦 不好了 别卖我啊 你好了 好了 出头梦了 你能不能醒啊 你要不能醒别硬撑着 我让孙玉琪全部取消掉 以后这种事不要自己撑 要是有什么症状之前 你就赶紧先冲杯药喝掉 这种方法是我清测 以健康有效的 他 没洗脸出通告了 季辛格早 席哥早安 总 你来了 怎么了你 这脸色有点不好啊 有点反馈 我跟你说个兴奋的事吧 昨天啊 我侄女看了你的直播 命令我转告你 千万不要亲别的女孩 真没想到还有你这股清流啊 我后面还有两个通告 别八卦 快来吧 这模具的服装大了 不好意思 久等了 来 看一下 这 拿错了吧 都是女装 这些都是直接从香港快递过来的 今天早上刚到 单据上也写的是服装 您之前有没有跟我们香港的工艺商 确认过 之前我只跟你们品牌的推广经理联系过 他没有跟我说是从香港发的货 而且我已经跟他明确说过 是给郑伯旭拍片用的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这个怎么办 先解决问题吧 有没有男装 赶紧先运过来 这个不行 怎么了 我们这一批 推广的是下一季的新品 全都是最新款 市面上还没有上 现在店里全都是老款男装 如果请明星过来穿老款 还不如不拍 我来了 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我可以了 只有这些 什么意思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的工作出了点小小的失误了 服装搞错了 小小的失误了 你别走啊 你跟这服装品牌签了一年的合同呢 你要走的算我就约打了 而且今天杂志主题都是为你们做的 你要不拍的话 人家杂志六个版面都得开篇窗 这不是我拍不拍的问题 这是牵涉到你们专业性的问题 这点细节你们都做不到 你们都不给我专业我怎么给你们专业 对不起 我们现在嫌办法了 怎么了 今天不拍了 穿女装怎么拍啊 旭哥 其实无所谓了 顶尖时尚早就突破了性别界线了 旭哥 你面向清秀 别说 穿女装还有特别的味道呢 女人味 我这么一瞒的人哪有女人味 你告诉我 你才是有女人味啊 别这么夸人家嘛 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别再认识点心 这都几点了 人呢 怎么还没来 要我上去看看 赶紧的 赶紧的 好嘞 怎么还没换衣服呢 现场都准备好了 人呢 对不起啊 再给我们点时间马上马上 快快快 没时间了 你看 很多顶级的一线大咖 全部都穿过敏装 去 你看 去 你看 我刚跟他说了 他死活不停 就是 你这回照片是要上杂志的 上杂志的照片你要摆脱世俗的眼光 这样才能做得出彩嘛 你们想让我穿得稍微奇怪一点 不就是为了去博人眼球吗 我告诉你 我做不到 这穿女装怎么就奇怪博人眼球了 那我们可以赋予他意义对不对 比如 比如保护女权主义 是吗 比如 尊重女性 是吗 比如 比如 比如什么呀 这边竟然忽悠 你再打几个比如啊 我都能冲出地球拯救宇宙 今天真的不拍了吗 许哥 咱可是画了一个小时的妆了 要不我给你画个延伸妆 反穿个女装怎么样 我求你 那是绑乱了 不要逼我使杀手锦 给你厉害杀手锦 来来来看看有什么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拍不拍不拍怎么着 看了看了 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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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说什么呢 我完全不知道 我看一下 快 你是想宣传保护女权主义呢 还是希望明天头条们 都帮你宣传一下保护冻主义 你看看你 那个贼样 我杀了你 谢谢 赶紧说服他千万别拍 他要不拍的话 立马全躺发给你 什么呀 许哥股照吗 给我看一下 你在这会儿 你去那边去 嗯 真乖 我拍 些事物的 都是这些张呲 你们说明天他回事 我笑了 我还在这儿 你这说明天 你剩下的 你会为我 你看到这个 我去那里 你会 Parce 其实他说明天 我去 我的爱 我给薛哥做了这么多年造型 他呀 对助理是挺好的 但是没有几个让他满意的 没想到你把他拿下了 你还挺厉害的嘛 我当你的肥 你不用放我啊 以后大家 呼住友爱一起拿下他 哇 这 这人好看我喜欢 哎 你给我下场 下场 哇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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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好看 快看这下 哇 哇 这个挺美的 这也太好看了 我就看照片我都爱上郑伯旭了 想不到他穿女装是一个效果 简直比女的还好 玉树林疯啊有没有 比你好看多了 就郑伯旭介绍大片 就这本杂志肯定卖端户 我早晨来上班的时候 在电梯里就听他们议论 郑伯旭穿女装拍照 这创意特别扭 你说这是孙姐想出来的吗 想那么多干嘛 哇哇哇 哇哇哇哇 这个 这个好看 是 哇 挺有肌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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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这一张 雨昕姐 你们出去吧 服装怎么搞错的 弄清楚了吗 他们品牌推广经理 你跟公司闹了点矛盾 所以在跳槽之前 就给公司下了个伴 我们是被连累的 还是你工作不细致 出这么大的纰漏 我稀取教训了 好在拍出来效果还不错 大家都说好 拿着 这个是郑伯旭下个月的通告 有几个项目还在谈 等谈妥了我会加进去 不许再出纰漏了 你出去吧 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呢 最近郑伯旭的通告 是不是排得太密集了 这样下去的话 身体可能会吃不消的 前两天他刚病过一回 而且还发烧了 也不愿意去医院的 所以最近他连哥 都没时间练了 他的哥也就那样吧 不练就不练吧 干什么这么看着呀 作为艺人助理 首先应该了解 自己的艺人 郑伯旭唱歌的水平怎么样 你心里没说啊 那不管怎么说 那他还是最喜欢唱歌的 想好好当个歌手的 别说那些没用的 新单曲卖那么难看 你看不见呀 就算这样 你把艺人的身体累垮了 出不了通告 不是一样的吗 你是助理还是我是助理啊 你去吧 你好好照顾他 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千万别让他生病 去吧 生不生病又不是我说了算了 你这样立即的通告 是铁人也看不住啊 这是公司的决定 公司已经这么安排了 你执行就可以了 好吗 那我去找郁总 你找谁也没用啊 通告已经出了 委约是要赔偿的 你赔啊 你赔偿的 你赔偿 这些是 你赔偿的 呀 来 欣赔偿的 欣赔偿! 你赔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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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儿 他开了个今日开码的专栏 这不是要死磕的节奏吗 对 太过分了吧 这哪个月评人啊 就是破腹骂街吧 我觉得上回粉丝嘴也挺过分 你说扔人家一身臭鸡蛋 看来这回啊 吴公和郑博许算是杠杖 他们就完全都变成四人一样 不是你死就是我 你们快看直播 郑博许的粉丝到吴公家门口闹事儿去了 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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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上你的嘴 闭上你的嘴 远离我们的叙事 远离我们的叙事 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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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董 张董 木董 张董 我们永远支持我们的叙事 老残爱晚期 我们永远支持我们的叙事 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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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董 张董 还在看吴公 您文章呢 不是 这吴公太气人了 我招他惹他 他 他 我真的无语了已经 你不说他就是个碰瓷的吗 你要理他你就输了 实在不行你就报警了 不是 这种事你让我报警警察能管吗 我跟你讲啊 你可千万别冲动 我现在也够乱 今天又不是彩报给你来的吗 宋漾 对我说谎 梅恨隐藏 都不重要如果你回来 今后的我 如何面对 没有你的时间 很冷 很远 很冷 很远 很冷 很远 想念从前你遭遇了 我只想你的双手一时让我却折 我们的温暖是多么美好 我现在很难熬 知道吗 想念从前你的意料 想念从前你的意料 可现在能做的只能为你祈祷着 我只想要你尽情的拥抱 为什么喷嚷到 就会面对不了 我只想要你尽情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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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要你尽情的拥抱